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年很多连蓬鬼话的惊天帖也消失于众 但是阿茶今天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一篇新的天涯神帖 不知道能不能换各位手里一个三连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 进入正题 本期的故事发生在北京 而楼主则是一名北漂青年 在05年初的时候 他的公司招聘了几名新员工 其中就有个叫琪琪的新人被分配到了他的工作组 不过奇怪的是 这个琪琪虽然长得很漂亮 但总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脸色也差到离谱 甚至都能从他脸上察觉到一股不自然 而最奇怪的是琪琪古怪的行为 据楼主回忆说 他刚来工作那会儿 大概是六七月份吧 正值夏季 办公室里的温度特别高 基本上每个人都人手一个小风扇 但是琪琪却在三十多度的天里 穿了一件大棉袄 还戴了一副厚厚的毛线手套 这套着装都给大家整懵了 这不蠢蠢有病吗 其他人也不好过问 毕竟穿衣自由 没准这是人家精心设计的反季节穿达呢 可是等参加工作以后 琪琪这个人平时也不太爱说话 虽然对待工作还挺认真的 但整个人就是透露出一股垂暮的感觉 也不合群 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过夜 问他原因他也总是遮遮掩掩 找各种借口 要知道楼主可是琪琪的主管 他说也没安排这么多工作任务啊 一般公司里的同事六点就都下班了 就算是加班顶多七点也能完事 总之琪琪这个人特别奇怪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 转眼马上临近国庆了 出奇的是这天琪琪并没有跟往常一样留在公司 楼主是在距离公司不远的一个拐角处发现的他 当时琪琪整个人蜷缩着 也不动 楼主就以为他遇到什么事了 于是就赶紧过去 想询问下他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或者需不需要帮忙之类的 可据楼主后来回忆说 当他和琪琪对话的时候 琪琪脸上的那种诡异感更强了 并且在对话期间他始终低着头 保持着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才回了一句 哇 我没事 除了总感觉冷以外 真的没啥了 说着还挤出了一个笑容 那既然人家不愿意说也没遇到什么变态 可能就是心情不好吧 所以楼主也没再过问 就准备起身回家了 可是他刚站起来就听到琪琪问他 能不能帮自己一个忙 他想换个房子 但对这边又不太熟悉 楼主呢 说没问题啊 我刚好在这边认识几个中介 但是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 你为啥总在公司过夜不回家住啊 难道 还没等他问完 琪琪的表现就已经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就看到他不停地打着寒颤 随后颤颤巍巍地说 唉 我之所以在公司里过夜 是因为住的地方不干净 再加上对这边也不熟悉 短时间又找不到合适的 我实在是没办法 才天天躲在公司里的 然后楼主就继续问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他就说 因为我刚来北京没多久 也没钱 所以就住在了北京海定区 一个家属院里的地下室 在地下二层 一层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当时是在网上看到的出租信息 我那会儿正好刚辞职 看这里房租便宜 于是就按上面的地址过来了 等到了这个小区以后 是一个中年阿姨带我去看的房 但是我当时刚一进楼道 就感觉像是进了古代的监狱 这里特别阴暗 而阿姨手里拎着的一大串钥匙 还时不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我都想转身走了 之后又下了两层楼梯 就看到了一扇厚厚的水泥门 正对着的是一个长长的走廊 走廊的两边都是房间 但无一例外 房门都是紧闭的 没有任何人影 甚至连声音都没有 棚顶更是让一堆旧管道给站满了 并且最恶劣的 是这个地方还时不时传出一股霉臭味 而她要看的房间 位于整条走廊的中间位置 门台号是205 可当房门缓缓打开 她就立刻闻到了一股骚臭味 房间里只有几个物件 一张单人床 一把椅子和一个写字台 阿姨这时候就赶紧打开了窗户通风 虽说是地下二层没有阳光 但是基本的空气流通还是有的 而厕所呢 原本是公用的 但是整个地下二层就她一个人 所以理论上说是私人厕所也没问题 但这里有一个缺点 就是没热水 如果想用热水的话 需要到负一层的开水房里打 就这样正处于贫穷阶段的琪琪 实在没办法才勉强住了进来 等办好了一系列手续 她因为这两天找房实在是太累了 手里又拿了一大堆行李 所以在简单整理了下床后 灯也没关就准备直接躺下睡觉了 但是她刚躺下 就发现门后的挂钩上 挂了一件老式的皮夹克 她就以为是房东 或者是上一个租客走的时候忘拿了呢 于是也没管那么多 就任由她继续挂在上面 然后也不知道睡没睡着 反正迷迷糊糊的 她就总感觉有人躺在自己旁边 睁开眼睛一看 屋子里一片漆黑 这不对呀 她明明记得睡觉前没有关灯啊 她就赶紧摸索着起来 打开了灯 房间里并没有什么异常 只不过不知道啥时候 跨在门上的皮夹克掉在了地上 看了看时间已经是半夜三点多了 困意全无 心想着反正也睡不着了 那不如干脆收拾收拾屋子算了 前前后后大概整理了半个小时 把收拾出来的垃圾都装到了垃圾袋里 期间还上了一趟厕所 但是那个厕所挺让人害怕的 因为厕所里面装的是声控灯 而且不太灵敏 每次到了门口都是黑布隆东的 别说是她一个小姑娘了 就是正常壮汉来了也架不住会瞎想啊 整个地下二层可救她自己 不过索性没发生什么 慢慢的她也就习惯了 因为那会儿还没找到工作的原因 在接下来的几天 她基本都在房间里 照常生活 照常睡觉 除了偶尔自己会瞎想出旁边有个人外 一切正常 但怪事就发生在她住进来一个半月以后 她去上厕所的时候 总是能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 有时候是窃窃私语的说话声 有时候又像是男人的大叫声 关于这个问题 她也问过那个阿姨 可是阿姨却说 那是楼上排水管道引起的 她也就没再过问 再之后她就找到了一份教队的活 也不用天天去单位上班 只需要把稿子拿回家就行了 所以那段时间 她除了每天在屋子里吃饭 上厕所以外 基本不出门 而且还能赚个百八来块钱 对于那时候的她 跑去房租 日常开销等等 还能攒起来点 生活可以说是步入了正轨 直到05年的春节 那年她并没有回家过年 而是选择留在了北京 这样也能节省点钱 为明年换工作期间 做好没收入的准备 然后到了大年三十 她就想把自己的小破屋 重新收拾一下 毕竟大过年的图个吉利 扫去一年的霉运 迎接崭新的一年 她就在收拾的过程中 发现了当初那件皮卡卡 被自己扔到了柜子角落里 忘记丢了 这次索性连通垃圾 一块给扔了 等把手里的活动忙完了 简单煮了点饺子 看了会儿春晚 象征性的过夏年 她就躺下睡觉了 由于是过年嘛 很多地方的习俗 都是要开着蹬的 所以她那天晚上就没关 但等她睡到后半夜的时候 就被一阵笑声给吵醒了 迷迷糊糊的她 睁开眼睛 整个人瞬间弹了起来 吓得她腿都在嘚瑟 就看到在凳子上 有一个中年男人 穿着她白天刚扔掉的 那个皮夹卡 正对着她黑黑黑的笑 那个笑声特别诡异 哈哈哈哈 她当时差一点就喊了出来 也不敢跑 因为那个男的就坐在门口 她就只能紧紧闭上眼睛 心里想着 这肯定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然后也不知道 过了多长时间 等她再次睁开眼睛 那个中年男人已经不见了 而且最离谱的是 自己房间的窗户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人给打开了 她这时候也慌了神 不敢继续待在这里了 于是赶紧穿上拖鞋 就往阿姨的值班室跑 可当她把屋里有鬼的事情 说了以后 阿姨直接就说 哎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肯定是你眼睛花了 并且她还十分确定地告诉阿姨 自己的的确确看到了 有个中年男人 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笑 窗户也被打开了 可她当时根本就没开呀 要知道北方过年的时候 大冷寒天的 除非想不开才会这么做 而且窗户都是铁框架 在里面插上 外面完全没可能打开 可是那个阿姨 却突然变得非常激动 根本就不听她的话 直接给出结论 说肯定是她房间禁贼了 这不纯纯放屁吗 是不是贼自己心里清楚 反正遇到这种事 她打死也不敢再回去住了 阿姨那边也没有任何表示 两个人就这样一直僵持不下 最后她就提出想换个房间 但阿姨却告诉她 富一层没有空房间 要换还是换下面的 当然了 你也可以不住 但是剩下的两个月前 我可退不了 要是不住的话 现在马上可以搬走 这一句话直接就给她整破房了 这大过年的不住了 搬去哪 身上又没多少存款 总不能睡大街上吧 所以没办法 她就只能硬着头皮回去了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差点没把她吓死 当时她回到屋以后 就找了个东西 把窗户上的把手都绑紧了 然后又翻出了一把水果刀 放在枕头底下 才敢渐渐入睡 等到了第二天早上 她就照常去厕所洗漱 就在水池前刚接好水 她就又突然听到了 那阵男人笑声 回头看也没发现什么 再加上大白天的 自己心里肯定无比强大 就拿我自己来说 我白天什么也不怕 因为我的潜意识里就觉得 鬼怪这些东西 不会在白天出现 但是一到了晚上 我就各种脑补 有时候想上厕所 都是能憋就憋 她那会儿呢 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当她把头转过来 直接就被吓出了声 她就从厕所的镜子里 看到自己身后不远处 站了个人 鬼片标配 模糊的脸 但是那人身上的衣服 她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那个皮夹克 此时她的内心 已经无比绝望了 生怕后面那东西 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或者是在背后 抓住她的脖子 之后她就干了一件 我无法理解的事 这要是别人 估计早就跑出楼道 去外面了吧 可她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也不知道听哪个神棍说的 遇到这种灵异情况 只要一边闭着眼睛往前冲 一边大叫就行了 就这样 她就一口气冲了出去 途中也没撞到任何物体 等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那个男人又不见了 她就赶紧走到房间门口 颤颤巍巍地打开房门 并迅速地进屋锁上 一气呵成 接着她就开始收拾行李 发誓一定要搬出这个破地方 可当她都收拾好了 突然又犹豫了 首先房子不可能立马就找到 其次就是正值春节期间 04年啊那可是 除了个别酒店外 基本家家都关门了 自己总不能花钱去住酒店吧 又贵又不知道要住多久 自己那点钱都不够撑几天的 但是她此时此刻也不想在这待了 于是就打算先出去走走 顺便吃个饭 看看附近有没有房子出租 再仔细观察过后 发觉没什么异常 她这才敢试探性地将房门悄悄打开一个缝 走廊里除了昏暗的灯光 就是死一般的寂静 又过了几分钟 确定没了危险她才出来 当天整个下午 她都在街上漫无目的的瞎逛 也没有碰到什么房子出租 就这样很快又到了晚上 她就只能硬着头皮回到了地下室 不过这次还好 因为她住的富二层 新搬进了一个人 是个四十多岁突了顶的中年男人 突顶在见到她时还冲着她微笑着点了点头 她呢也礼貌性地回了一下 更询问突顶 您是刚搬进来的吧 可突顶却回答说 自己已经在这里住了有好几年了 只是平时不太爱出门而已 以后她要是有什么事 可以到斜队门的房间来找她帮忙 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如释重负 感到了一丝丝安全感 随后两个人又闲聊了几句 就打算各自回屋休息了 但就在那个秃顶关门的前一秒 却笑了两声 哈哈哈哈 这笑声她再熟悉不过了 整个人都听麻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眼前的明明是个活生生的人呢 之后她就带着忐忑恐惧的情绪回了屋 当天晚上还被鬼压床了 跟大部分人一样 看不清她脸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中年男人 凑在自己旁边 一边发出诡异的笑 一边用鼻子闻她 事到如今既然反抗不了 她就想看清楚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 但谁知那个男的越凑越近 越凑越近 就在马上要跟她脸贴脸的时候 走廊里突然传出了一阵敲门声 她这才从梦魇中挣脱出来 环顾四周 中年男人已经不见了 她就起身打开房门 原来敲门的竟然是早上遇见的那个秃顶 并且敲的还是自己隔壁无人的房间 但随即她又被吓得惊慌失措关上了门 因为在她探头出来后 那个秃顶突然把头转向她 又是一阵黑黑的诡异笑声 这一连串的恐怖现象 让她已经无法再用科学来哄遍自己了 先是扔掉的皮夹克 再是频繁出现的诡异中年人 以及现在恐怖的邻居 都让自己变得没办法冷静了 而且分明邻居诡异的笑声 和那个穿着皮夹克的人如出一辙 这其中肯定有所关联 然后楼主在听完琪琪的讲述以后 发现自己整个后背都已经湿透了 随后楼主立刻联系了朋友 帮她找房子搬家 并暂时安排她住到了公司的会议室里 就这样 直到找好房子搬家那天 楼主他们在值班室门前等那个阿姨的时候 正好路过了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妈 当她听到几个人在说这里闹鬼以后 就问他们说 你们说的是地下室那对父子吧 父子怎么又出了两个人了 不就是一个穿皮夹克的男鬼吗 接着那个大妈就说 我都在这住多少年了 还能不知道 是两个人 那对父子说来也是奇葩 99年来的我们这儿 她爹喜欢上了自己的儿媳妇 后来趁儿子上班强奸了儿媳妇 儿子在知道后一气之下 失手打死了她爹 自己也在那屋自杀了 你说的那个什么皮夹克我不知道 但应该是她儿子的吧 当然这是我自己瞎猜的 当时整个地下室都让公安局给疯了 都传里面闹鬼 经常听到有男的在疯笑 我们这儿的住户都不敢住在里面 这时候楼主和琪琪面面相去 琪琪还特意问那个阿姨 说阿姨那地下二层住的那个秃顶是谁呀 可阿姨却说 什么秃顶我没听说过呀 听了阿姨这话 几个人差点晕过去 当下一伙人都慌了 也不等值班师的阿姨过来 都争相恐后的要走 推促着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而据楼主回忆说 也不知道是心理原因还是什么 在一行人拐弯离开的时候 他还特地回头看了一眼 好像看到了在地下室入口处 琪琪说的那个恐怖秃顶邻居了 依旧是一脸诡异的笑容 让人不寒而栗 而事情呢 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 相信大家跟我一样 都不知道那个所谓的邻居到底是谁 为什么又跟死去的中年男人发出一样的恐怖笑声 甚至他也是个中年人 其实有时候真正诡异恐怖的事情 并不一定会有答案 当事人能做的只有赶紧逃走 而我们也只能从直言片语中猜测大概的真相 也许那个所谓的邻居并不存在 那么如果有不同看法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弹幕里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 还请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有相关灵异经历的 可以后台直接私信阿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